好,各位大家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今天热度非常高的一个项目 叫做Nation3.org 为什么热度这么高呢 主要是他发了空头 一个空头现在大概价值2000多美金左右 可以在这个 在这里面 在VNation这边有个ClaimLJob里面去拿 当然你要参加过之前的一个叫做Tweet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他的下面留言 把你的地址给他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Nation 一个Nation现在价值差不多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2500块钱 一个Nation价值差不多2500块钱 但是从CoinGecko上面来看 Nation3这个币 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怎么办呢 Nation 我们可以看Nation差不多也就是在两三天前发的对吧 然后突然 有一波可能是要空头的这个预期 很多人买了币 然后直接冲上了12749 然后在一天之内跌了80% 现在总算是涨回了2500 那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什么是Nation 如果你拿到空头的话呢 恭喜大兄弟们 2500刀对吧 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到时候 好那Nation是什么呢 Nation呢 他要创Nation中文中文中文是什么意思 Nation 来查一下 国家 应该是国家对吧 国家 A new nation state on the cloud Nation这个呢 他是说 OK 我们要在云上面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然后就说 现在呢 整个的国家呢 整个世界呢 已经垮掉了 对吧 整个世界呢 已经垮掉了 出现了太多太多的不平衡啊 然后呢 有什么战争啊 我们知道 那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啊 有很多富有的人啊 对吧 然后贫富差距 极段的拉大 还有很多疫情啊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整个世界呢 已经垮掉了 我们要呢 重新来创造啊 整个国家 这是他的一个口号 一个口号 那你怎么样成为他的国家里面的一员呢 成为citizen呢 成为公民呢 那你必须获得他的passport 他的护照 怎么样才能获得他的护照呢 你必须买他的nation token 并且把他的nation token 换成block主 换成ve nation 对吧 换成10个 然后还有时间就可以换成ve nation 对吧 如果你有10个nation 然后锁4年就可以换差不多10个ve nation 那护照需要几个ve nation呢 那护照需要几个ve nation呢 需要两个ve nation 才能够获得护照 有了护照之后呢 就可以参加他的 成为他们国家的一员 参加他的discord 讨论他们的社区的一些宪法 对吧 就是那个投票 这就是他的目前的一个玩法 当然他写了很多 什么是nation 为什么是nation 然后还有很多历史 对吧 什么叫做 serviring individual 独立的个体 对吧 为什么我们要一个新的国家 how to start a new country 然后呢 什么什么 反正有一堆的理论 有一堆的理论 大家就是要了解nation之前 要读一读 并且要读一个sci-fi的小说 就是科学小说 科学幻想小说 对吧 就是怎么样创建一个新的国家 在云端 然后nation的ecosystem对吧 cloud countries 什么什么的 什么有特殊的经济 经济社区 经济区对吧 特区 对吧 等等等等 有healthcare 有很多的工具 对吧 有这么多的工具 还有什么 还有大家要选 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就是像选 人民代表一样的 要选 就是它的创景 说白了就是要在云端 去创建一个国家 好 那 其实玩法很简单 玩法很简单 那这个代币呢 它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它的代币的一开始的总的数量呢 只有42,000枚 就非常的少 它背后呢 有arrogon的创始人之一 为它站台 arrogon是什么 为你们玩到的话 应该都知道 ant 就是道的一个龙头像 主要是做道工具的 用这个arrogon呢 去创建道组织呢 非常容易啊 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来帮你创建道 这个arrogon 那我们再来看一篇文章吧 它说的比较好 Nation Street道 要在云端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自己的国家 留下你的转发活动 留下你的以太 那你之前参加过这个转发活动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空头 并且在这之后呢 为什么大家都关注呢 一方面是币价暴涨 币价暴涨是在这 是在这 对吧 币价暴涨 一方面呢 是它今天的一个空头 今天的一个空头 然后这边也说了 对吧 现在现在现实的事件呢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什么疫情啊 俄罗斯的战争啊 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它背后呢 有arrogon联合创始人的背书 叫做louis 什么sidin这个人的背书啊 这个人呢还是比较有履历的 但是就像我说的啊 目前来说呢 只是一个概念啊 只是有些大佬的背书啊 只是有些概念 然后现在空头的预期呢 也已经结束了 对吧 而且发现中国社区热度比较高啊 对吧 所以说它还没有实施的东西啊 无非就是说可以mint 它的passport的NFT 然后呢 有了这个passport之后 能够参加它的社区等等等等 未来怎么样给这个passport的负能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初始供应呢 是4万2千个nation对吧 然后80%呢会给社区 20%呢会给 创始成员和贡献者 就是它的币特别少 V1Nation的代币不可转让 ok只能通过对4年1到4年的时间来访问 对吧 然后这边我也给你看了 一个nation所4年获得一个V1Nation 所一年获得0.25个V1Nation 这个我们之前看过 这个就是它把英文翻过来 就是如果你要成为公民 你必须至少获得两个V1Nation 就是说你要买两个Nation 然后质押4年 才可以获得两个V1Nation 这就是为什么Nation如果热的话 可能这个价格会不断的攀升 因为大家都锁住了 NFT的护照是不可以转让的 对吧 如果作为公民的V1Nation持有者 不更新他们的锁 并允许所需的V1Nation余额下降 因此缺乏任何长期的承诺 NFT的护照将会被销毁 这个是怎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这边也写了 这边也写了 对吧 你的V1Nation将和dynamic and always correlate to the remainder of the time mark 就是说 就随着时间的缩短 你的V1Nation就会下降 对吧 比如说你10个Nation所4年 你可以获得10个V1Nation 但是如果只剩下两年之后 你就变成5个V1Nation 当然你的passport还在对吧 但是可能只剩下几周之后 你就低于两个V1Nation了 那你这个passport就等于是过期了 你要么重新质押更多的Nation 要么再重新把时间重新去拉长 这种套完的感觉 这也make sense嘛 passport要过期对吧 你可能要续约 那续约你就要缴费 就差不多这种概念 就这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的不能够达达到他两个V1Nation的最低标准 你的passport将会被失效 将会失效 drops over time wait force below 10VNation 你必须保证有两个V1Nation对吧 你才能够mint一个NFT 随着V1Nation的balance drops over time wait force 10VNation 低于10个V1Nation它就会失效吗 you would lose your passport ok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的 这个10个V1Nation 其实它是蛮多的 你就要买10个Nation锁4年 并且过一会儿它就会降低了 你要去买Nation 基本上你要买11个Nation锁4年 可能你的passport可以持续个 持续个几天对吧 持续个几个月或者怎么样 好 那它这个有passport什么用呢 我们之前说有discord 对吧 还有可以提出建议 就是投票 参加参加选票 但未来可能会获得挖矿 来获得资获得奖励 对吧 未来呢也可能会有NFT的空头 等等等等 那不管怎么样 目前还是个早期的想法 像这种道呢 这个确实也很难 虽然这种想法是非常好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要这么多人 在云端创造一个自己的国家 那除非 这个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 对吧 才会有人愿意进来 不然的话就会很难 对 不然的话也会很难 好 这个项目无疑是一个 也是一个噱头满满的一个项目 对吧 并且呢得到了一些大佬的认可 虽然不是那种顶 顶级大佬 但是呢至少有大佬站台 那我们未来 这个Nation的币价会怎么样 我们要拭目以待 对吧 我们要拭目以待 但我感觉如果是便宜的话 这个价格这种东西 真的不好说 可能有的人觉得 现在2500块就很便宜 有的人觉得几百块才便宜 但是你要知道 你至少要买 所以说如果几百块的话 我感觉可以去尝试一下 几百块的话 就是花个大概一万刀左右 对吧 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太贵的话 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持续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项目分享 Nation3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这里是韭菜兄弟 我以后还会带来更多的 第一时间的这种热门项目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 我们下期视频